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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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全球团结 他相信一年后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相信未来一年能够较好控制疫情 经济能够复苏 换活旅游也能恢复 福奇又指出面对疫情经济停摆和恢复必须要同防疫要求匹配起来 至于如何找到经济和防疫之间的平衡需要多方努力 包括社会科学 政治科学界联合起来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凤河卫视综合报道 好 现功话题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宋中平先生来做点评分析 宋先生您好 陈思草 对于中南山和福奇在线上出席新冠疫情的研讨会 您有什么观察的 那么福奇和中南山都是顶级的传染病专家 这两个人的交流对于整个全球疫情的把控把脉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我们知道中美之间在疫情防控问题上 尤其是新冠疫情的防控问题上 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够让全球的疫情得到最大的缓和 因为中美两个国家是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首先就是经济实力都比较强 科技能力都比较强 那么这两个国家在过去有过非常成功的合作 比如在禽流港问题 包括在爱波拉病毒问题 中美之间都在不断的进行合作 所以我们知道爱波拉病毒现在只是一个地区性的病毒 并没有在全球肆虐 而这种病毒的致死率会更高 那么中美之间在新冠肺炎上应该采取的是合作的立场 而不是美国对中国不断的甩锅 不断的指责 这个态度首先必须要端正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福奇和中南山院士实际上在疫情问题上都是尊重科学 也就是什么时候该经济解封 这个是至关重要 这个应该是由科学说了算 而不是由所谓的政客们来说了算 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防控将会带来很强的指导性的意见 但福奇比较不幸的就是在特朗普政府任内 他的很多建议得不到尊重 所以导致美国的疫情如此的泛滥 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联合国包括世卫组织搞了一个COAX计划 也就是疫情包括疫苗的分享计划 那么中国和美国在疫苗的分享计划上能够有很多的发言权 包括你像这样一个计划缺少的是资金 中美之间可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缺少的是疫苗 中美之间也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 中国在疫情控制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经验 那么对美国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难得的可以借鉴的经验 但是美国一定要在这些问题上秉承认识到 就是疫情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 而不应该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的话 对于美国疫情的控制 对于全球疫情的控制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福音 陈子 好的 感谢宋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 另外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2号宣布将在5月底之前 向142个国家分发超过2亿30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 当中柬埔寨和尼日利亚已经取得了首批疫苗 另外委内瑞拉就收到了中国捐赠的17吨医疗物资 当中也包括了50万剂的国药疫苗 世卫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2号宣布计划在5月底前 向142个国家分发超过2亿37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这批疫苗将分别在2月至3月以及4月至5月分发 部分国家已经获得首批疫苗 包括柬埔寨及尼日利亚 柬埔寨在2号取得首批32万多剂疫苗 预计总共会取得700万剂 尼日利亚就取得390万剂 运载疫苗的飞机2号中午抵达首都阿布甲 当时表示将在5号开始 优先为医护人员接种 尼日利亚是4位疫苗计划里第三个接受疫苗的西非国家 维内瑞拉日前接收到来自中国的17吨医疗物资 当中包括50万剂国药疫苗 维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到机场代表总统马杜罗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协议 并表示此次捐赠是中卫友好兄弟情仪 两国关系密切的优异力证 印度新冠疫情持续 卫生部门扩大和资格疫苗接种人士后 目前预计已有1000万人进行预约 据当地部门统计 1号至2号中午 已为超过20万名60岁以上 有潜在医疗状况的人接种疫苗 而自1月开始 印度已经完成接种超过1480万剂 当中670多万名医护人员 以及530多万名前线员工 已经完成首剂接种 接近260万名医护完成两剂接种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援助伊拉克的5万剂国药新冠疫苗 在2号运抵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伊拉克卫生部长塔米米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涛等 都参加了疫苗交界仪式 中国和伊拉克在抗击疫苗的过程中 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 充分体现了我们守望 相助 共和时间的真情后义 中方也高度重视发展同伊拉克的关系 下一阶段我们还会同一方 就开展疫苗合作 进行深入的接洽和探讨 共同助力中于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同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做出自己的极其贡献 Iraq thank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for supporting Iraq and Iraqi people the Chinese donated first batch a coronavirus vaccine the London and Baghdad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 military section and early time of morning to the country which is immediately distributed to the Iraqi medical staff and citizens who have the priority we thank and appreci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for supporting the efforts of Iraqi Minister of Health and the Iraqi people and also extend our thank to His Excellency the Chinese Ambassador for playing a great role in providing this quantity of COVID-19 vaccine which will be distributed to the health departments and to the citizens the Minister of Health latest medical figures concerning the rapid rising infections among people of COVID-19 in New Satrean was so scary which lead to reimpose Barsha Khemfu in the country with following of Titan precautions measures of health guidelines With the arrival of Chinese COVID-19 vaccine the country enter a new stage of fighting the pandemic Hussein Fa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根据最新研究表明 在巴西发现的新冠变异毒株 传播力强 而且容易入侵免疫系统 针对在英国发现的 其中一个病例 仍然没有掌握到 具体的联络信息 英国卫生部在2号表示 一定锁定了379户家庭 进行逐一排查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月份最后一周的新冠死亡人数 较前一周下降了四分之一 但最近在英国发现的 巴西新冠变异毒株病例 再次引起了各界关注 尤其目前仍有一名确诊患者 尚未掌握其具体行踪 英国卫生部表示 已经锁定了 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 379户家庭进行排查 经过来自英国和巴西科学家的 研究和评估在英国发现的巴西新冠变异毒株 比之前在马脑斯发现的毒株更具高传播性 而且早前治愈的新冠患者体内抗体 仍无法有效抵御此变异毒株 最新的研究结果虽尚未经过同行评议 但多名研究人员认为 应对英国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新冠变种病毒 继续保持谨慎态度 此外欧盟在1号宣布了疫苗护照计划 并表示允许包括英国在内的非欧盟国家 也能加入计划当中 首相府发言人回应称 目前交通部正在同其他国家积极沟通 讨论如何看待和引入疫苗护照 但欧盟的这项计划 也给英国在今年夏天振兴旅游业 带来了新的希望 原定于去年举行的欧洲杯足球赛事 因新冠疫情推置至今年 英国作为联办国之一负责举行半决赛和决赛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如果欧洲联有需要 英国愿意承办欧洲杯所有三式 为之后竞标世界杯做准备 并表示英国是足球的起源地 实际也合适 英国也希望举办2030年世界杯 凤凰卫视 徐良辰勇 伦敦报道 意大利近日新增确诊个案有上升的趋势 政府顾问警告 医疗系统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而政府下令关闭受到新型肺炎 疫情严重影响地区的学校 该以网上授课 以遏止病毒传播 一些防疫措施也会延长到复活节 而法国政府发言人在二号就表示 未来的四到六周 法国的新冠疫情走势仍旧不容乐观 政府正在为更多的民众接种疫苗 争取早日摆脱这场健康危机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尔阿塔尔 二号在对巴黎的疫间医院进行视察之际表示 法国疫情在未来四到六周内仍将是艰难期 他强调自己非常理解 几个月以来的宵禁政策 对于每一个法国人来说都不容易 但他希望民众能够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 另外加布里尔阿塔尔还表示 政府正在为更多的人接种疫苗 争取早日摆脱这场健康危机 法国近期已经宣布 对二十个疫情严重的省份加强监控 并将在本周内根据疫情走势决定 是否从六号起对相关地区 采取周末封城等措施 富航卫视 金亮 法国 巴黎报道 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 日本东京都知事小石百合子 计划要求中央政府将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而向首都圈颁布的紧急事态宣言 再延长两个星期 虽然当地的新增确诊病例 较一月初的时候已经有大幅的下跌 但是小石百合子就认为 这个下跌的数字下降的速度开始有所缓和 而日本中央政府在今年一月向日本全国多处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 期限原本是在这个月7号会建满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的确诊病例数字 至今已经超过了1亿1500万例 死亡人数也超过255万 美国累计确诊超过了2935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52万 巴西新增57000多例 累计确诊超过1064万例 俄罗斯单日再新增1万多例 累计确诊超过426万例 意大利新增17000多例 累计超过295万人确诊 印度确诊总数达到了1113万例 超过了15万人死亡 印尼新增5000多例 累计确诊超过134万例 伊朗单日再新增8000多例 累计确诊超过164万例 伊拉克再增4000多人确诊 累计的确诊人数突破了70万 再来看中国最新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 内地在1号新增11例确诊 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其中四川4例 广东3例 天津 上海 河南 和陕西各一例 当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 同样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内地现存确诊病例当中 以广东最多 其次是上海和四川 港澳台方面 香港在2号新增13例确诊 7例属于本地感染 其中4例源头不明 好 去一下广告 下一节环球聚焦 等您关注更多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 美国拜登政府在2号宣布上台之后针对俄罗斯的第一轮制裁 回应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遭到投毒事件 白宫当天表示美方既不寻求重设美俄关系 也不希望紧张升级 但是拜登和普京的关系将会与特朗普时期有所不同 拜登政府2号宣布对俄罗斯展开制裁 其中包括7名俄罗斯官员 以及14家俄罗斯实体 美国认为他们参与了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投毒事件 普萨基表示 此次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与欧盟国家的联合行动 以惩罚俄罗斯使用生化武器 并且敦促俄罗斯尽快释放纳瓦尔尼 普萨基表示 美方充分认识到了美俄关系面临的挑战 并保留采取额外行动的权利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 佩斯科夫当天回应表示 任何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都不会达到目的 只会使外交关系继续恶化 凤凰卫视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2号和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举行会晤 并且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拉夫罗夫对美国制裁俄罗斯 以及欧洲计划推广疫苗护照等问题做了表态 美国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事件 有关的俄14家组织机构和7名官员进行了制裁 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说 俄罗斯方面一定会按照外交对等的规则 对美国做出反应 对美国造出反应 我认为是否无法接触 没有人没有接触 对美国造出反应 我们已经有细地向出反应 欧盟正在制定疫苗接种绿色通行护照 对此拉夫罗夫说 这种做法与民主规则背道而驰 因为欧盟国家决定疫苗接种是自愿的 但引入疫苗绿色护照将违反自愿规则 如果人们想要走动将不得不接种疫苗 接下来的想法是抵抗国家决定疫苗 因为有决定在英国国家决定疫苗 决定疫苗是正确的 如果有决定疫苗决定疫苗 这会抵抗国家决定疫苗 那些人将会使得厉害 拉夫罗夫说 在欧洲人们如果不能在欧盟成员国之间互相走动 几乎无法想象其生活 俄罗斯方面希望欧盟能够考虑各成员国的意见 因为人们疫苗接种的自愿性因素非常重要 同时希望欧盟不会做出歧视俄罗斯公民的决定 凤凰卫视 同潇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2号向国会表明 今年1月的国会暴乱属于本土恐怖主义事件 又表示事前已经将威胁情报传达给了相关部门 但是承认情报发放工作需要改进 克里斯托弗雷还透露 近几年美国本土暴力极端势力大增 同时外国势力也利用暴乱事件做宣传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2号接受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问责 交代今年1月6号国会叛乱事件前后的情报与调查工作 他透露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分局事前在网上发现威胁 虽然相关信息未经查证 但当局仍然决定在一个小时内通过三种渠道传达给包括国会警方在内的多个执法部门 克里斯托弗雷明确将这几暴乱定义为美国国内恐怖主义事件 表示当局重点调查暴徒的作案动机而不是政治倾向 他透露近几年国内暴力极端势力猛增 集中孤狼式作案最难监测应对 克里斯托弗雷也透露 作乱的不仅包括国内极端分子 目前联邦政府制定的恐怖组织名单暂不包括国内极端分子 但克里斯托弗雷认为当局出于多重考虑 仍然难以针对国内组织建立列表 他也呼吁社交媒体与政府合作 协助监管潜在的暴力威胁 截至目前当局已经抓捕至少280名涉案人员 并控告超过300名疑犯 凤凰卫视陈颖南陈一秋华生日报道 好 谢谢下广告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两岸三地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两会特别报道 今年的全国两会即将在北京召开 相关消息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霍文伟 来了解一下 文伟你好 目前两会的各项工作准备情况如何 您在北京了解到哪些最新进展呢 晨子早安 各位观众早上好 北京市即将进入到两会时间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会在后天 也就是5号正式的开幕 早一天明天 4号下午的3点钟 全国政协13届四次会议将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早前全国政协13届四次会议的主要议程 也是已经公布了 主要包括听取和审议 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13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国政协委员还会列席到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的相关报告 还要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钢要草案 今年具体的会期到底是几天呢 将会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13届四次会议的首场记者会上正式的揭晓 据了解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 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会期较往年是会有一些缩短 将会比照去年的两会模式 其实今天下午的这场记者会也会沿用去年的模式 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 发布人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发布厅来发布消息 打打记者问 而记者是在媒体亚新闻中心来提问 入场的记者也需要提前进行核酸检测 入场记者的人数也是有一定的限制 以我们的港澳媒体记者来说的话 并不是所有记者都可以入场 记者需要经过报名组成一个采访团 再抽签确定入场记者的名单 来代表所有的港澳媒体记者到现场进行采访 在这场发布会上 其实大家还有很多的关注议题 当中就包括 疫情长谈化之下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方向到底是怎样的 以及政协对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的建言建议 又是怎样的呢 相关的消息我们前方的采访团队都会持续的跟进 也敬请你关注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好的感谢维伟从北京为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中国两会即将召开 越南官方预祝两会成功举行 越共十三大也已经在一月召开 制定了未来五年越南的发展政策和方向 有经济学者就表示 越南从中国借鉴了不少的改革经验 因此也十分关注两会议题 包括体制改革 外交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的 在两会召开前夕 越南官方表示 越南非常重视发展和深化 与中国党政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希望增强互利供应合作 越南关注两会议程及进展 越南和中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都以发展开放的市场经济为主轴 有学者表示 在经济革新开放过程中 越南从中国的改革开放 学习借鉴了许多经验 深重走好改革美一步 将市场经济和国有经济通募发展 注重政策的两面性和通募性 加强反弹腐等 中国如何发展经济 是越南最为关注的方面 在新冠疫情和全球局势动荡的双重冲击下 中国经济仍保持正增长 越共直属的共产杂志 去年11月曾刊登专文分析 中国如何应对冲击 以及推动经济复苏的各项措施 文章指 中国进入十四五计划开局年 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新阶段 巩固国内市场 建立新的基础设施 提高科技水平 以提升经济抗压力 阮明峰表示 中国对越南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影响 因此越南持续关注和跟进中国的发展 包括即将召开的两会的议成和成果 尤其是会议的文件 从中可以了解中国在新阶段的政治外交 和经济发展等政策 包括与越南的双边政策等 中越南国都签署了RCEP 阮明峰说 协定对原材料来源等条件有所放宽 有助中国和越南等协定成员国 重组供应链 扩大市场 增加经济增长动力 另外协定为中国和东盟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间 方黄卫视国方 阮事蓝音和内报道 菲律宾外长洛青 日前接受本台专访 他在谈及中国和菲律宾各领域的合作时 再次博视了中国债务陷阱论 指出这一说法毫无依据 另外针对中非南海油气开发项目 洛青则称 目前不便透露过多的细节 但是两国都希望 在不影响各自主权的前提之下 寻求合作共赢 菲律宾外长洛青在专访中称 中非关系经历过起伏 但两国从来没有对比过 杜特尔特上任后 中非关系转环 两国各领域合作快速发展 知悉2021年 中非政府兼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将有多个项目开发结果 其中包括无偿援助 截至目前 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 11个项目已经完成 正在实施或即将启动的项目 有12个 共涉及资金32.7亿美元 有望助力非方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推动经济复苏 而针对早前有心人士渲染 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 洛青称这一说法毫无依据 他还指出 说起债务陷阱 败西方国家所赐 菲律宾还是专家 前总统马克思时代 政府向西方金融机构 大量融资 之后因为腐败原因 遗留了大笔债务 导致经济崩溃 他们都为对下方 nerde 中国都不会向何人入侵入入入入底 此外 中非自2017年建立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以来 双方围绕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合作等议题 开展了多轮对话磋商 2018年11月 中非签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9年10月 中非油气开发合作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 以推动共同开发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而当被问及相关谈判的具体进展 以及项目是否有望在他任内开展时 洛金称由于涉及上市公司所以不便透露过多 但他称他本人乞讨了协议中的不损害条约 确保合作不影响两国各自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立场 The purpose of the Memorandum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s precisely for us to be able to cooperate, to work jointly without either side giving up either their claims or what we know is our rights to the same area and that nothing we do when we work together will ever be interpreted as a surrender by either side to the other of their claims or rights so in a sense the beauty of the Memorandum on Oil and Gas is that it creates a legal space, a vacuum so the only thing that's happening is work people are working to produce oil and gas 阿根廷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前外长塔亚纳日前接受凤凰威视专访时表示 新冠疫情冲击了全球 而在疫情之下 中国政府在2020年仍然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令人敬佩 塔亚纳表示 中国是一个在社会组织上有着非凡成就的国家 在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能够阻止传染性如此之强的新冠病毒的传播 就是这种成就的体现 特别是中国GDP增幅去年超过2% 是疫情期间全球唯一呈现经济增长的国家 塔亚纳指出中国是一个患难见真情的国家 在疫情期间 两国领导人经常通电话保持联系 交流抗疫经验并展开合作 中国为阿根廷提供了大量医疗物资 技术和设备援助 中国为了解决出中国 澳大量医疗物资金 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世界 中国人最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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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方的力量 离开出出出出出的 我们的解决方法 是一种解决方法 在这些国家 中国人最终发展 有维持战争 中国人最终发展 台安娜认为中国是一个 有效和高效运作的国家 中国在扶贫脱贫方面 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表明 中国为最底层和最脆弱的人群 对国家进行了彻底和重要的改革 我们一起做进行ा证议勒 排扬往外 向运量 蓝局 向运量 进行当中 建立的建立的建立 成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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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幅中 是在移民的建立 到致力的移民 那是統一篇 研究竟是 建立的建立 绝绝 和绝绝 在绝绝 在绝绝 我觉得是一个教育 以太阳纳表示 中国是一个发挥负责任 大国作用的国家 当阿根廷与私人债权人 重新谈判债务时 中国政府与阿根廷中央银行 续签了货币互换协议 在金融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支持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是全球共享的发展战略 将会有利于阿根廷 和区域各国的共同发展 凤凰卫视梁东亚柳军 布与奈莎理斯报道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把画面交给出台北记者卢冠飞介绍一下 冠飞你好 春日早安 台北的报纸消息首先关注 台湾自制研发的永英高教机已经研发自制告一段落 今年3月交由空军做初期的作战评测之后 预定年底就会进行小批量的生产 军方表示永英量产之后将首先交由台东的制航基地 陆续泰除老旧的F5战机 台湾的报纸消息继续看到 国民党党主席改选将在7月登场 国民党的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通过社群媒体表示 党主席未来应该要专职 不要再争取投入公职的选举提名 尤其是进逐大位 对此日前冲返国民党有意投入2024选战的 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回应 若党主席不能进逐大位 他就不会参加 台北的采访重点关注 国民党党主席专职的议题被抛了出来 受到各界讨论 国民党今天下午将召开例行的中常会 中常委和基层的意见又是如何 台北战也会带您来掌握 最后台湾的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外界聚焦疫苗采购时程 台湾官方称向全球新冠肺炎疫苗实施平台 采购COVAX采购的疫苗将在5月前全数到货 等到全台的疫苗施打覆盖率达到六成 才有可能考虑开放福建和里岛金门之间的小三通 台北战也会带您了解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早上车的重点 把时间交还给陈子 好的 感谢官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经过此前一天大涨之后 三大股指在周二有所回落 科技股领幅而跌幅领钱 投资者继续关注美债收益率的变化 以及变动对市场的影响 我们接下来看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 31391点 跌143点 跌幅是0.46%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13358点 跌230点 跌幅是1.69% 标普白指数收报 3870点 跌31点 跌幅是0.8% 想请我们来看 祝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国主要股指未能延续昨日强势的上涨行情 那么今天是出现了小幅的回调 尤其是道指从早上开始宽幅震荡 五盘过后三大股指维持快速窄幅反复的格局 另外在今天 投资人士继续权衡美债收益率的走势 在最近几个交易日 市场情绪受到一些利好消息的提振 整体的风险偏好仍然是走高 另外在道指方面 一些重要的成分股未能延续昨日的涨幅 尤其是像波音 卡德比勒 以及陶士多邦等重要的工业股和能源类个股 今天都是表现欠佳 另外一些大型的科技类的个股 今天是普遍的走低 跌幅超过1%是领跌道指 而道指盘中的一些跨国零售企业 餐饮行业 今天也是小幅的走低 而生物药类的个股则是表现不错 那么同时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能源板块是在五盘过后 继续领跌大盘走低约0.5% 那么同时呢 今天包括科技板块 房地产板块呢 都是表现欠佳 另外金融板块 一宝板块小幅的走扬 云三大板块则是全天领涨大盘 收盘涨幅仍然是在1%左右 而原油期货价格 今天是收低约1.5% 环境期货价格收涨0.7% 美元指数是小幅下行 以上就是星期二 美国股市情况 放后为市城新闻 纽约报道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其他内容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东盟国家外长2号 以视频的方式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缅甸局势 会后声明呼吁缅甸各方 避免进一步的激化暴力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而东盟准备好 以积极和平与建设性的方式 帮助缅甸 东盟外长非正式视频会议 会后发表主席声明 对缅甸局势表示关注 声明呼吁缅甸各方 避免进一步激化暴力 保持最大克制与灵活性 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务实协调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东盟准备好以积极和平与建设性方式 帮助缅甸 声明还特别提到 听到有声音呼吁释放缅甸政治犯 以及让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事务特使 与缅甸各方接触 但就没有明确呼吁释放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印尼外长雷特诺会后表示 各方应展开对话沟通 并创造有力对话的条件 包括释放政治犯 但他同时重申东盟国家 不会破坏不干预承诺 ASEAN bertemu untuk membahas dan mencari penyelesaian namun demikian it takes two to tango keinginan dan niat baik ASEAN untuk membantu tidak akan dapat dijalankan jika Myanmar tidak membuka pintu bagi ASEAN 马来西亚外长西沙姆丁也呼吁立即释放昂山素季 以及其他被拘留的民选政府高层 并建议由东盟组成一个选举专家小组 为缅甸提供民主支持 处理军方指控去年11月出现的选举不公 新加坡外长维文 yang akan buat It will be the Myanmar population who will hurt It will be the Myanmar population who will hurt it will be the Myanmar population who will hurt You will deprived them of foods of medicine of essentials of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 How does that make things better than 11月?! 性侵丑闻 党内已经离职的女幕僚西金斯 他在两周前自曝 曾经在国会大厦内 遭到了同僚强奸之后 目前再有四名受害女子 公开了自身的经历 揭发遭到同一名男子强奸 或者性骚扰 而除此之外 一名现任内阁部长也被指控 在80年代曾经强奸了 一名16岁的女子 而这些连环爆出的性侵指控 都已经冲击到了自由党的执政地位 澳洲总理莫里森 也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早前已经向被害者道歉 并且承诺要反省国会的环境和变化 另外再来关注到 美国加州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一辆严重超载的休旅车 和一辆半挂式卡车相撞 造成了至少13人失望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休旅车的左侧严重损毁 卡车车头撞至变形 事发在南加州 距离美墨边境大约18公里的霍尔特维尔 公路巡警称载有25人的休旅车 与一辆装满碎石的卡车相撞 休旅车上的其中12人当场死亡 另外一人在送往医院之后死亡 另外有多人受伤 其中三人情况危待 而车祸原因还有待调查 霍尔特维尔是著名的红萝卜之乡 目前正值蔬菜的收割期 当地官员表示死者的移民身份还有待确认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